廣東省公布2020-035年國土規劃方案 首次明確提出研究興建經港澳高速持浮鐵路 時速最高可以達到600公里 有好玩報道 去年廣東生產總值增長2.3% 突破11萬億元 連續32年排名全國第一 省長馬興瑞在新春賀池中自出 在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發展大動之下 廣東逐步走向國際一流水平 廣東的發展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我們將立足新發展階段 貫徹新發展理念 構建新發展格局 在剛發表的2020-2035年 廣東省國土空間規劃中 就提出要發展經港澳高速持浮鐵路 初步構思分別從香港和澳門作為起點 香港開出的列車會逃經深圳、東莞到廣州 澳門開出的列車就逃經中山、佛山到廣州 兩線會合後 進而逃經清遠、韶關等城市 不想通往北京 規劃中還有一條由廣州開出 逃經深圳、山尾、山頭等城市 通往上海的護深廣持浮鐵路 和經港澳持浮鐵路互聯互通 據了解 廣深之間的持浮鐵路已經率先深入研究 預料時速可以達到600公里 較高鐵的350公里快七成 往返廣深兩地只需要約20分鐘 規劃指出 興建兩條持浮鐵路是為了形成越港澳大灣區區內一小時交通圈 2小時到達廣東的東西北地區 3小時直通全國 有線電視記者有浩雲報導